我请教彭校大哥 你怎么观察这场选战 带来的政治效应 是的 显然朱立伦他不是炮兵出身的 那么我是炮兵出身 因为过去我当过 155榴弹炮的英副老长 155榴弹炮后座力非常强 所以说炮兵出身都知道 当你要放炮的时候 你要先考虑到后座力 那么这一场就是 国民党完全没有考虑到后座力 完全只想到说 哎呀四大公投 这个罢免这个罢免那个 现在就是什么 后座力出来 当你罢免不成功 公投不通过的时候 所有的后座力 向着国民党冲击而来 那么朱立伦本身 他人家说他精算师 但是就是因为说太精算了 这个太精算的结果会往往要了你的亲亲性命 为什么呢 因为战略的错误 是任何的战术或战斗所难以挽回 难以弥补的 这一次来讲 就整个大盘来讲 国民党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你太低估了民进党 太低估了台湾人民 特别是台湾的公民社会的这种自觉跟自主 以台中中国选区的选战来讲 就是这个样子 坦白讲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 你真正懂选举的人 都不会看好林静怡的 为什么 因为你懂选举的人 都知道说 原家这么多年的那种经营 真的是盘根错节 那个什么 包括什么乡里长 村里长什么 统统都是扫兮入列 对不对 在这种状况下 你一个外来的人 要想要打垮他 真的非常不容易 特别是这一次 显然不是有很多的 这个年轻人回乡投票 回乡投票并不踊跃啊 那么在不踊跃的状况之下 林静怡都赢了这么多 2024 真的返乡投票的人一定更多 所以说原家从此以后 就失去了这个立委的席次 甚至可以说 国民党从此以后 就失去这个立委席次 这里面直接冲击到谁 就是卢秀燕嘛 各位 上次卢秀燕 之所以能够当选台中市长 是为什么 不是靠国民党 是因为说 红黑两派 化解了矛盾 共同合作 再加上说 他整个在海线 由于原家的操盘 海线大胜 所以海线大胜以后 他马上宣布 第一个阁源 就是他新闻局长 他新闻局长是谁 就是 这个 原家的 这个秘书啊 对不对 那么后来他的副市长 也是红派的 所以这整个操盘下来 可以看到出来说 卢秀燕真的跟颜家也好 红黑两派也好 深深的密切的绑在一起 台中市的这样的一个民主政治 地方政治 形成了什么 派系分赃 表面看来好像是权力平衡 其实就是派系分赃 所以今天 颜家所发生的事情 不是说 老百姓都无感 不是说他服务很好 都无感了 没有 古代都有所谓王子犯法 以庶民同罪 今天你一个明显的一个政治人物 你没有特权 你应该比平常人更守法 更安分 结果今天手挖出来的 原来原家有这么多问题 那么人家接着就要追问了 在台中是不是有一个超完美的共犯结构 这个共犯结构 拱出了这个市长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 这个市长下一次会不会受到更严密的检验 我想昨天卢秀燕大概都睡好觉了 但是对国民党来讲 更大的灾难在后面 坦白讲 我已经不要讲朱立伦 他真的是一个躲避球的大队长 只会躲 从他的从政以后 我们就看到他躲躲躲躲躲躲 等到状况结束 他老兄就抬出头来 他就是这种个性 所以这样的人 你不能指望他成为一个有魅力 成为一个能够担当起来的一个领袖 所以他今天捨出来 说我来承担一切责任 你拿什么承担呢 另外一个 说实在 我觉得赵少康 这一次 他在台北市的 这个导林昌佐的正义 他带着他的战斗来 最用力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说朱立伦没什么作为 都是他在做啊 他用他的媒体 在那边大肆发挥 连投票那天他都在讲啊 他说我恨不得我下去投 因为怎么样 投票率太低了 因为怎么样 来的都是老弱啊 各家媒体报道 年轻人很少出来 这为什么呢 坦白讲 赵少康玩来玩去 什么战斗来 事实上玩来玩 就他那些老笨嘛 这一次又把朱立伦给消去 消去侯友伦 消去朱立伦以后 剩下谁 不就剩下赵少康 剩下韩国瑜吗 但是赵少康万万没想到 韩国瑜又出了 又出来了 但是你不要指望韩国瑜 会肩负起来 他真的有心肩负 当初总统选完以后 国民党内多少人 向他呼唤 向他拜托 期望他出来领导国民党 他挥挥手 不带走一丝的云彩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这个担子很重啊 不好扛啊 他要的只是说我出来 你买我的书 我有个基金会 欢迎大家捐钱 来我的基金会 他没有为国民党来 叫大家捐钱于国民党 国民党苦哈哈的 他选完了 还募了这么多款 他到底拿了多少出来 所以说这就知道 韩国瑜 他会出来 但是实际不到 他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看这一次 他有角色吗 要担不担吗 不吭气 不吭气你就不要负责 第二个 2022他会出来 你放心好了 他也不会出来 对 到了2022大局底定以后 他看状况慢慢再出来 因为出来 一定又是他 国民党内 再无抢手 好我们稍后回来